有一次早上是覺得大街昨天的議論 另外一位特別敏捷 然後今天就是發行一級議論 還有一份是 再反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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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陳曼莉 今天很高興我們大家一起來討論 人員稅立法的座談會 那今天在現場呢 我們會看到在我的左手邊 是跟釋放立法委員 他也來到現場關心這件事情 然後在我的右手邊是 等一下要全程在這邊主持的 就是委員會長 那劉俊修會長 那我們今天下午其實 今天從早上一直到現在 甚至可能會到下午不知道到幾點 就是我們那個獎集動員 因為那個今天行政院長林全要來現場 做一個施政報告 可是他在做施政報告的時候 就是在野黨就開始做很多的動作 所以從早上到現在都還沒有做這個 開始做施政報告 那我想說可能下午會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準備的工作這樣子 那我想 人員稅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對於很多的這個團體來說 都覺得很重要 討論也討論了很久 所以呢我想我們大概就還要再持續的 有一些的立法的方向出來 然後讓我們大家在這邊取得一個共識的話 未來就是說在 往下面走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更多的這個方向 確定感能夠跑出來 那我想說現在我們先請我們的這個 劉士芳立法委員來跟大家講幾句吧 有啦 反正你很會講 哈哈哈哈 黃遠 陳委員還有各位教授 都是我過去啊 在那個環保界裡面的各位先進 還有施老師 他也是提醒我非常多 那我今天來參加這個能源稅法的部分 我知道一開始的時候 講能源跟講稅一定是非常冷門的 但是如果隨著新政府的這個進步 譬如說我們要廢核 那廢核你的取代的能源呢 目前在全世界看來 所謂的再生率的能源其實蠻少 所以化石燃料的部分 一定會還要運作一段時間 我想再做一個同學的說法 那如果這樣的話呢 其實我們就需要面對氣候變遷裡面的部分 或者是說什麼我們的臭氧層等等這些 在台灣現在大家都也PM2.5 但是我在想說 其實受害最嚴重的是在南部 尤其在高雄 現在所有台電的 只要是撐得上化石原料的發電機組 都是在南部比較多 所以產生了這樣子的一個氣候變遷 或是對台灣空母的影響量相當大 那所以呢我會非常強烈的建議 就未來如果有類似能源稅的稅法要制定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考慮所謂的南北平衡的部分 也就是說我們 我們用一句比較簡單粗俗的話 其實就是稅的分配也好 或是同學分配也好 都一句話就是說 如果放雞蛋 雞蛋是在台北 如果雞蛋都在南部 到目前為止 在稅法的分配比率上也是會有這樣的方式 那在過去幾年呢 其實我很認真在推這個 可能施老師或是林教授都知道 在前幾任的環保署長都知道 我們在高雄要推一個叫做 也是要徵稅 各別地方政府想要徵稅 所以二氧化碳的這個稅 但是被打回票 然後再來就是李靖永縣 他們聯合這個雲嘉南幾個縣市政府 也是跟中央喊化 希望可以降低這個化石燃料的這個發電等等這一些 所以統籌的稅法的前面的部分 就是我們整個能源的法律 或是能源的政策 你要怎麼制定好 那制定好的時候呢 才能從稅法的這個觀點切進去 我們談稅法我想在座很多人 不是說爭多少錢 可以補充多少造成環境上的危害 我想我們大致上的立場 不應該是這個樣子 而是我們因為有不得不的選擇 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不需要核能繼續在台灣發展 可是在進化到最乾淨的再生能源之前 不管是在技術層面上 或是全球的使用率等等這一些 我們有一段時間會用到化石燃料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用稅的方式 或是其他的一個補充的一個 不管是徵稅也好 或是補充了一個其他的這個 應該就是以稅為主來處理的話 就是可能今天各位選者專家 可以提供給我們的意見 那所以我想我在表達我們的看法的時候 我們也沒定論 希望怎麼樣處理會比較好 因為我知道說現在我們的環保團體 或是很多關心環境保護團體 都已經一直在進步當中 就是沒有法當然不能自行 有法了以後 我們更能夠務實地面對現在我們碰到的困境 不能說我們智能能源稅法以後 也登不到稅 那簡直就是自己打嘴巴 所以我是覺得說用這樣子的方式 請各位先進可以多給我們指導一下 那我今天還是多一半時間去來學習 聽聽各位的高見 謝謝 好 謝謝施芳 那我想就是說我們現在請我們的主辦單位 就是那個台灣環保聯盟的會長 劉俊秀來跟大家講幾句話 那個陳委員 還有劉世荒委員 兩個都是很熟的委員 尤其是劉世荒 他從年輕的時候我就認識他了 現在也沒有老 現在從年輕的時候 二十幾年前就跟他很熟了 那現在還是一樣 還是這麼年輕了 二十幾年前跟現在是一樣 還有我們在座的所有關心 人鹽稅法的所有朋友 大家好 我想人鹽稅這一個東西 在以前我們可能在這個 還沒有這所謂的二氧化碳 氣候變遷等等這些問題以前 我們可能覺得說 人鹽越便宜越好 發展經濟 但現在問題一個一個發生了 那我們現在開始要來思考 我們你使用人鹽的時候 是不是要把所謂的社會成本 外面的成本要考慮進來 那這個所謂外面的成本 就是社會成本 就是我們所要講的 就是人鹽稅 你使用人鹽你就需要 把這個所謂對環境的負債等等 這些東西你要考慮進來 那這也是我們 就是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還有很多像很多環保團體 大家一起想要推的 讓大家都知道說這個環境 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 然後人鹽這個東西 也希望他能夠這樣 越乾淨越好 所以對石化燃料 尤其是石化燃料 我們希望能夠訂一個稅碼 然後來徵稅 然後將來獲習 可以貼這個所謂的 這個我們利能的發展等等這些東西 那這也是我們今天辦這個 跟這個兩位委員辦這個座談會的主要目的 我們希望從現在開始 我們大家一起來關心這個 人鹽稅的這個問題 那非常謝謝大家的參與 我們現在是 好 我們現在還有一位主辦單位 是台灣戰勝能源最同聯盟的 那個叫會長還是叫李市長 李市長 李市長 所以我們要來看 其實去推動能源稅吧 我看到幾個可以期待的 未來的面向 首先當然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能源稅的那個抽稅 我們就可以知道 未來可以在使用能源的這件事情上面 可以節省 就是說它可以 因此不管是節電 或者節省能源 那第二個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 如果說未來的這個 呃 能源稅的徵收 讓大家可以 呃 因為 因為能源稅的徵收 那可以去 刺激一些企業 或產業 去推動一些節能的 不管是節能的建築 或者是節能的 汽車 節能的 家電用品 這個其實反而會帶動 就是看起來它是一個抽稅的制度 可是它其實也可以帶來 利益獲得可能的經濟發展 這也是我們的期待 那當然就是就 一般的民眾 他的這個 呃 使用能源的使用習慣 當然就 可以省下像那個 去年能源局還要花31 要 請大家還要去節電 百分之二 的限制政府 結果都還做不到這樣的情形 所以 我們也非常期待 在這一場的這個 能源稅 立法裡面 經過大家的討論 能夠盡快的去落實 也可以看到未來 呃 臺灣不管是在節能率能上 有一些更好的發展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想說 我也趁現在來介紹幾位 我們現在到現場的那個 我們的 主講人 還有余殘人 那個 今天我們下午的主講人 是陳明珍老師 陳明珍 好 等一下的余殘人 是那個 中華經濟研究院的 王金銘博士 謝謝 還有 臺灣環盟的創會會長 好 世信民教授 還有臺灣環保聯盟的學術委員 也是台大政治系的教授 林子倫教授 還有臺灣環保聯盟的學術委員 代秀雄 教授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要進行 但是我想等一下我們立委員要先告退 請大家諒解 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我們的這個 劉會長 劉會長 他來做這個 後面的進行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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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來的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嘉議員 謝謝 謝謝劉曉仲華 劉世帆委員 各位今天與談人討論 今天很高興能夠來跟大家一起切磋一下能源稅這方面的問題 我們說今天會有幾個不同面向來討論能源稅 先講有幾個面向談 為什麼需要能源稅法 第一個理由就是因為地球在持續暖化之中 我們有二氧化碳的排放 地球在持續暖化之中 如果你看看這條線 斜域的slope 在1960年到1980年 每年增加1.多ppm而已 如果在最後幾年的話 超過2050年 就是它這個是一個鐵樹上漲 往上升的 所以這情況是越來越嚴重 那你看看這個 最近幾年的 從2013年是第一次碰到400個ppm 那其實這幾年已經開始警戒了 不過三年而已 已經就400到408了 三年之中就增加了800ppm 這個是在下落已經測的 一般是我們標準的 是根據這個地方測的結果 這幾年差不多2.6ppm 如果這個上 離我們很嚴重的警戒線呢 是450ppm 照這個速度的話 十幾年就到450ppm 那450ppm是非常嚴重的情況 是所有科學家認為 是一定要控制在這450ppm以下 還有一點你看 這是北極的兵貌 現在一直在縮減 現在有些船呢 在夏天可以通過這個北極穿過去了 這北極的兵貌 過去有個很大的重大功能就是 太陽到現在的時候 它可以把太陽光反射回去 如果這融掉的話 有兩個後果 第一還平面已經大量上升 第二反射的作用就沒有了 地球變得很容易更加順暖化 就是變成一種無法扭轉的情況 所以地球暖化率確實是 威脅到物種甚至特別人類的生存 那 温氏劑大量排放造成的爆火呢 目前已經很嚴重 你物種消失的速度是過去的幾百倍 在工業化之前 物種當然會產生也會消失 但是最近幾十年是 正常速度快了幾百倍 上一次有這麼大的速度是 六千五百萬年前的 那個時候 那時候 有個外面的雨神打進地球 造成地球氣候變遷 那是造成古龍的滅絕 那是上一次的大滅絕 現在是現在進行事 現在幾百萬年沒有這種速度 現在是這個速度 地球那幾一年之間 要好幾次物種大滅絕 每一次都是因為氣候變遷 沒有關係 這是 還有一個呢 海邊沙針 海洋對減減減 因為北極冰融化 會讓海洋對減減減 但是幾乎調節的功能就差不多了 所以幾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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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的時候很熱 冷的時候很熱 乾的時候非常乾燥 下雨的時候非常多 幾乎幾乎幾乎 還有糧食生產做損 最近一個例子就是越南 最近越南的 它講的是 好幾代人都沒有這麼慘過 它有疾病流行 我們都知道 在南港的時候 流行 確實也是跟氣肉變遷有關係 這樣下去 二十年內一定會有個大災難 因為它是 反而的話 大約四百五十匹便 然後呢 一兩代人以後呢 這地球變成一個不可逆的 就不可逆的 就毀滅性的 造成人暴人類在內的不主滅亡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所以呢 因為這個東西呢 這事情呢 大家開始有警覺了 所以呢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 大家在有一百九十六個簽約方 簽訂了八十七六協定 這個一百九十六個簽約方 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不是因為戰爭的因素 而成為簽約的 第一次是為其他原因 而簽約的 他要求說 這本世界結束之前的平衡溫度 是工業革命之前的 不超過兩度C 當然是往1.5度C努力 以及國家自主機制 他不強迫要求 每個國家要減多少 要你國家自己 承諾一個數目 然後每五年 2023年一次給你 然後每五年 要減到各樓簽約方 你做了多少 台湾有承諾 2030年的開放量 是2005年的80% 我們就跟大會的承諾 無法保守 有其他一個承諾的 當然就是 就是這個 非常非常有挑戰性的目標 2025年 現在2005高出一大截了 我們不再要回到2005年 開始從2005年再減到80% 是我們團國數目 現在全世界承諾的數目 減百分之二十 不是減百分之二十 減百分之二十 減百分之二十沒錯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比那個 2.65超幅很多了 還要回到原來三千百分之二 對 所以這件就是很高難度的東西 大家要 如果一個承諾 到數用約達到就差很遠的話 那國際間 就會很難看的事情 所以呢 所以呢 還有呢 這樣好了 那個 巴黎氣候協定 並沒有規定 美國國家要怎麼減 它沒有規定要怎麼減法 通常有幾個方向 但能源社也是這個方向 這是 很多學者在巴黎氣候協定 在會場上推的一個建議 當然還有 比如說 碳交易 總量管制跟碳交易 也是一個方向 政府的管制 行政命令和管制 也是一個方向 還有呢 政府補貼也是一個方向 但是這幾個方向來說 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認為 能源稅是最合理的一種方式 最合理的方式 當然 碳交易也是 但是一定要先從 先徵碳稅和能源稅 然後隔一段時間以後 才開始討論碳交易 所以先後資訊不能動作 一定能源稅先碳交易後 這是大家的固執 所以台交易是非常 比較複雜的一種方式 能源稅是很簡單 一進口就直接製作 整個那個操作是非常簡單的 那再一下咱們政府的命令 政府的命令和管制呢 政府的命令和管制呢 跑多少公里,电灯要多省电,或是冷暖气要多有效率,是政府可以命令的。 但是这些必一定会增加一些成本,成本一定最后不是由产能吸收,而是由消费者吸收。 任何一种做法都应有它的代价,政府补贴也是一样, 这些补贴并不是厂商的钱,最后还是大费人的钱。 对能源税来经济学者观点,能源税还是比较有效,能够靠市场经济来做最有效的分配。 那我们能源税的人,我们立法过去,几个地方的主要内容呢? 过去有好几个主要提判,当然很多建议是法治主要列出来。 2006年的那时候就已经提出能源税条理草案,那时候131位地委提出。 实际上那时候,在2007年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反对。 主要报纸用社份的政治都表达,大家说要支持,要用共产事报、经济事报,都是社份。 而且没有人反对,而且还有经济永续发展, 在会议上,大家也一直同意要克制能源税。很可惜,那时没通过。 这后遇症很大,后遇症很大。等一下我再给你说明,为什么那时没通过,造成了目前很多愧见。 然后呢,2008年,民进党立委也提出来了。 然后,201年,国肯司级也提出了能源税。 所以基本上,各个党都提出来。很可惜,好几次很有机会通过,没有通过。 这是,我想,等一下我再说明一下,没有通过后果是什么。 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困局也是,那时候没有通过所造成的。 当然,我们,这个,那个,那个,科能能源税,啊。 我们是个民主国家,一定要通过立法的手段来科,一定要通过立法手段。 一般来说,科税,通常是不受欢迎的,通常是不受欢迎的。 所以呢,要进去税收,要进去税累增加税收,要兼顾经济有效运行。 通常呢,要被公众接受通常,一向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通常是减税了,增加政府开支了,是比较受欢迎的。 要结约了,要缩减了,要加税,一般是比较不受欢迎。 所以呢,要经过一个民主程序,来达到加税的效果。 那通常,过去几十年很多经济学家,有做一些研究, 怎样就是比较能够达到顺利。 当然,听人说应该有增好税,有污染税啊, 有碳税啊,资源税,这是比较好。 要废坏税,坏税什么呢? 基增成本很高,但是收税收的很少,很早民的税, 最快税。 那一般回到增加消费税可以使劲呈更有效益。 其实,能力税也是一种消费税的一種。 一般来说,如此的消费税, 比方说我们的营业税是5%,提升了。 或者是,能源税已经提升了。 然后全民都有受到影响, 一般就说一些土豆有的人会付多一点, 低收入又会付少一点。 可是如果把一税拿来补贴低收入户的话 低收入就不会受影响 但富有人还是富多一点 一般他比付得紧 比如说这7元一公升就是50块钱 那些大老板还付得紧 一度跌10块钱他也比付得紧 比如穷人的话呢 我们就会补贴他 像这也是个方法 还有税质要简单凝扰 集成成本要低 而且要做潮税困难 确实能征收税 增到税 等等 这些大方向大概这样子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回过头来讲 这些事主要是使用天然气 煤炭来增税 台湾这个方面是很夸张 煤炭 我们是一分钱没有增的 进口也没有增 使用的利用也没有增 什么污染税 什么税没有是零 从头到尾都是零 全世界我看所有资料 就是台湾是零的 我们所有国家 我看到的资料 没有一个国家是零 台湾是零 零炭是零 不然说是承诺PM2.5 税还是零 这很夸张的一个现象 但实际当然有争一些了 有空母费 还有一些税 但是不是很多 天然气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个分十年来整个税 分十年 每年增加一点 增加一点 到十年后就最高 时间后来我们的汽油价钱了 我们我们今天 现在一百元顶水平花 或是千万美 还是比韩国低 接近他们的水准 你知道吗 像韩国也好 香港也好 澳洲也好 台湾工程汽油 比我们做三十块钱 为什么差那么多呢 业佑成本都是一样,业佑成本是一样,业佑成本一样,就是税,就是税,所以我们说,税太低,确实以后会影响很多,会影响我们的竞争力,因为我们浪费很多, 因为税太低就浪费很多,浪费很多就是,等于我们经济上会受损,那我们有哪些几个配套措施呢,当然要降低个人做门所得税,所以做门所得税一般都是我们努力的结果, 有薪水的,即使上班你高薪的,也是因为他能努力的结果,这方面不应该受到很大的惩罚,不应该受到很大的惩罚,像上次要把最高税率调到45%,其实这不是很正确的做法, 应该把其他,像遗产税啊,靠祖先留下来赚钱,那一个比较高一点,靠自己努力,领薪水,不要去打击他,然后补助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可能因为能源税的关系受影响,直接补助他,然后呢,还有一些能源,我们在台湾有几个设计公安问题, 一个就是人口问题,人口减少确实会影响我们国安问题, 可是我们可以用这来提供,能源税提供育儿,托儿,幼教,小学客户,五岛这些费用, 只要是我们克制能源税的话,每个人可以少用点能源,节约一点, 最后呢,你付出不是差不多,等于丢一店,店费账两成好了, 我一定会接上两成啊,跟总部开始还是一样啊, 可是我可以从政府丢到的那种服务增加很多, 比如现在大家很担心结婚以后生小孩,生小孩就负担很重, 政府都替你负担掉了嘛,你可以放弃结婚,放进生小孩, 因为人口一直急速下降的话,是影响国安问题, 这是国安很重要,这也是解决国安问题的很重要一步, 我相信,一些年轻人,即将结婚的人, 他觉得最大的压力来源就是他们的育儿, 托儿,幼教这些费用,占很大的比喻, 一个小孩一个月至少一万五,两个小孩三万块去掉, 如果开证年轻人税的话,这个负担全部免掉, 那对一些国家的人性负担是减少很多很多的, 所以这是影响国安问题,让我们能够能够处理这个光明, 让大家放心,结婚,生个小孩,这很重要, 然后我们可以补助大众运输系统, 让大众运输系统都很便宜, 大家愿意做,不用自己开车子, 然后补助替代能源的发展, 因为再生能源, 因为再生能源是需要经费的, 不是免费的,需要经费的, 你可以用这个分析来支持再生能源的发展, 提高教育品质, 这个品质是城乡的差距特别大, 我们要希望能够, 提高教育品质特别是城乡的缩减, 因为科学经质性也不太够, 我们知道现在大学排名, 全世界一直落下, 都落下来了, 我们一定要积极直追, 因为大学科研的成果, 是国家经济很重的一环, 其他社会福利有需要的, 譬如说长照, 我暂时不离日长照, 如果能够从其他方面, 能够获得解决的话, 如果没有部队的话, 也可以使用这些经济, 这是我们要看, 那能源税呢, 事实上是过得很广泛的支持的, 我们想记得, 如果比较我们两次, 一个是正所税, 一个是能源税, 正所税那时候, 算钱一年只增, 增加几十亿不到百亿, 能源税你知道是这么, 一年, 那十年后呢, 可以到三千多, 四千亿的, 就是笔记差很多了, 可是呢, 正所税的是反客人很多, 跟能源税支持的人很多, 所以我觉得大众是理性的, 是不是税的, 他喜欢, 是不是不喜欢, 只要你把, 到底讲清楚的话, 大家是会接受的, 你如果看过去的那个, 民调也是一样, 为什么那么多政党就念知识能源税, 表示大家已经研究过了, 这是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要不要下去做。 因为, 因为税税是逐年的话, 提升的, 比如说, 电啊, 或者这些, 汽油费的话, 每年只提升一点点, 你可以, 常常可以很早就营营, 因为你知道五年后, 十年后, 你的成本是多少, 那你现在就开始营营了, 要节约, 还是怎么样, 而且你如果, 因为成本上升, 你要把这个, 这个, 转价成本, 到消费者, 可以很缓慢, 大家有很吃, 有很长的时间来调试, 或者霸营一下, 像日本, 上一次, 这个营业税, 一下, 一天的业税, 从百度, 跳到百度八, 一下就冲着到日本经济, 可是这个, 这个产品不是很好的做法, 所以日本, 昨天嘛, 这个宣布, 虾子调试就严了, 不再调了, 实际上, 他们跟迪迪迪调, 微微调的话, 它现在日本情况会好很多, 所以我们这个, 一定要记着, 这个, 这要给大家有足够的时间来因应, 是不是有个目标, 大家要知道, 到时候会立刻征得了多少岁, 我们有十年的时间, 让大家再调试, 不是业绩的账那么多, 对现场出现, 比较少, 国民服务语可期待这部服务, 是吴昭所所知, 如果因为能源车开征, 是你汽油费增加了, 是你电费增加了, 只是你如果节约一点的话, 可能没太来影响, 就是多了, 也多不了多少, 但是可以从政府得到的东西太多了, 可以紧实太多太多事情, 而且, 让我们施压一代, 都过得很好, 我现在财政缺口呢, 不是一两千, 一两三千, 因为正常的国家来说, 我们至少, 税应该占GDP的18%到21间, 才是正常的, 反正在十二十三, 我们至少一年是差七千余以上, 才能够成正常的运作, 如果我们在学校, 学校清费啊, 都是很紧迫, 每年都一直减, 一直减, 然后我们大学排名, 全职排名, 每年一年一年, 我们在下降, 你们都知道, 这些国家都是很不好的, 但由于财政, 财政是述政制度, 一国家失败, 王老师说财政失败开始, 财政失败, 你国家一定失败, 这是解证财政的问题, 能源税可以解证财政问题, 还有呢, 有聚与不知其解证财政, 改善环境提升, 生活败值, 一般我们所说的, 双重文章有多重文章, 开战能源税, 让环境变好了, 可是, 我们的生活败率也提高了, 财政也高, 也变得更好, 这是现在立法委员, 他们在联署的, 政治的检表, 有其有产业各种不同的, 税率, 直接还加个核电, 前面是因为二个化碳, 还放PM2.5分, 是外部成本, 外部成本内部化, 核电也有外部成本, 核电也有核废料, 外部成本, 所以你要公平嘛, 改科税, 这个容器呢, 就跟金额分一样呢, 要容器油的话, 我们是先磕税, 如果要退税, 不再说, 以容器油来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 台湾很多地下游航, 地下游航, 由哪里来, 容器油拿来, 再添加东西, 就当银油卖, 这非常不然, 不安全, 而且, 政府损失很大的税收, 因为我们一般起油, 还有一些, 货物税, 货物税费的, 然后, 如今是一毛钱都没有税, 我估计, 这个, 地下游航, 让我们政府损失, 至少一年, 一百五十亿来的, 如果你把这些, 一进口的时间就瞌睡了, 以后看你什么用途, 不再退税, 那地下游航, 这一夜之间就没了, 这是政府来说, 而简单, 你就可以把政府财政, 那都是一百五十亿出来, 所以, 就是这个简单, 这个表, 汽油的话, 就是表来说, 2025年会比现在多数十六块钱, 2025年的时候, 这样24块钱, 2025年的话, 大概四十块钱, 还好, 我们以前也曾经超过四十块, 大家也过来了, 对不对, 就不是那么大, 只有十年时间, 大概准备的话, 慢慢可以调试啊, 那你一般买车子, 两二十天后, 我一公尺多数十几块钱, 我可能买什么车, 如果我们就注意到, 到韩国到北欧, 天下看到这种大车子, 耗力车的, 不是他们买不起, 因为它只有太贵了, 沈油车还一样开啊, 就是那么舒服而已, 还是一样可以啊, 所以大家习惯就好, 好, 好, 我们看看, 如果二零零七年那时候, 可证品能力就通过了, 我们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 各级政府岁数岁数差距, 我们每天, 我们每天, 就在正中占入出来, 如果, 如果我们那时候, 二零零七年通过农月税的话, 我们台湾之间的处境会好很多, 第一, 年轻人敢结婚, 敢生小孩, 敢花钱, 敢做梦, 对不对, 这差很多啊, 差这么多, 所以那时候, 没有人反对, 没有人反对, 那时候就通过, 这个差了多少, 而且我们现在你看, 林权院长差点头工, 这举债工件很少啊, 如果这个多有的话, 我们已经多出好几兆的财政收入了, 那我们现在局战固件也有了, 我们现在经济不好, 我们增加政府投资, 我们选项多了嘛, 所以到处有一个政府的错误, 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障碍, 而且呢, 我们这越晚处理, 我们代价越高, 就是今天通过了嘛, 我想, 我们现在台湾的, 会比现在强大得多, 现在我们比十年, 现在脆弱很多了。 这个是一个, 就是巴黎西洋协定, 全世界最有名的, 经济学家或政策制定者, 他要求, 科生探税, 科生探税呢, 他要求, 要求上游就开征,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也求上游开征, 就跟我们做法一样, 一进口, 我们就开始开征, 征税了, 然后呢, 第二呢, 一开始呢, 税金也要很低, 慢慢慢慢增加, 让我们有时间来应应, 调试, 这跟我们主张也是一样的。 第三呢, 要用这个, 碳税来补助做事。 第二呢, 最后呢, 是不要再补贴了, 这是他的四大要求, 如果你看这上面的前面的人, 你看这包括呢, 欧洲的, 美国的最有名的经济学家, 好几个是诺贝尔经济奖学主, 一个是诺贝尔物理奖学主, 然后两党的, 民转共和党的经济顾问, 都包括, 全部都能够在这里面。 所以这个基本上呢, 在经济学界呢, 都已经有定论了, 我还没有听到哪一个, 总民政经济学家, 战创反对能源税, 还没有听过一个。 这跟十年前的大太古, 十几年, 还开很多经济学家反对能源税, 因为薪税就是不好。 还有呢, 现在是有的历史记忆, 为什么有的历史记忆呢? 因为现在在巴黎, 旧是已经刚签了, 大家对这印象很深, 对历史记忆可能错过。 我想以美国群民建保为题, Jimmy Card前不久, 他接受了访问, 他说一件最遗憾的事情呢, 就是他正在推群民建保这个通过, 一直到奥巴马, 下面才通过。 Jimmy Card在大总统的时候, 美国国民的医疗费用呢, 战创之低为8%左右, 现在已经超过16%。 已经, 已经, 奥特控制, 已经连放控制了。 所以奥巴马一定要把这个, 这个, 医疗费用压下来, 或者美国这样下去, 所以不可能控制。 Jimmy Card那时候, 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没有通过呢? 因为那时, 他有他自己的版本, 他有推他自己的版本, 他不要Jimmy Card的版本, 因为他认为, 我是健保, 是我, 是我的, 不要Jimmy Card, 所以Jimmy Card, 血沿着落水, 雷根上来, 雷根上来, 然后呼吸上来, 对, 这一下十几年, 没了, 他这两个共和党, 他不会推全民建保, 后来Kenton上台了, 想推, 一推, 他用了Herry肯定来组织, 一下就提到铁板了, 又锁起来了, 后来小布希沙台, 他又不理了, 一直到我妈妈上台, 开始再处理, 一下就三十几年过去, 如果, 1970年代, 美国就通过全民健保的话, 美国现在的医疗开始, 绝对不会到这种地步, 美国现在的医疗比现民, 强大得多, 经济会好很多, 因为很多健保, 医疗费用是浪费掉, 2007年有通过, 错过了, 非常遗憾, 2010年也有机会通过, 那时候, 那个, 那时候, 那时候去朱立伦当副院长, 宣布了, 要克制能力税, 两天以后就反调了, 又没有了, 越管通过, 代价越高, 这次不能再错过了, 再错过了, 又不少几年, 而且只让我们, 国家, 越来越脆弱, 我们年轻人越来越痛苦, 好, 今天报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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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谢谢, 陈明珍前立委, 给我们做这么仔细的报告, 他的历史研格, 那我们接下来, 有已谈人, 那我们先是不是请, 中华经济研究所的, 袁秀媛, 王清明博士, 走下去, 好 大家好啊 午安啊 我今天來座椅談人 談這個人員稅陳柳剛 那個陳委員 這個人員稅 在當初2007年到2010年兩次重大的時機 我們都參與了 然後都失敗了 都失敗了 然後今天又重新來談這個人員稅 心理趕快一直蠻多的 但是在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那時候我跟蕭院長 蕭待機中華系研究院的院長 一起參出人員稅跟碳稅的研究 那 有嗎 真的嗎 那時候的結論也跟 那個陳委員的看法一樣 我們認為 台灣應該先推行 那個碳稅 或者能源稅 然後再來 再來那個 進行所謂的 碳交易的 制度 但是 不幸的 那個 溫減法先通過了 溫室氣體減量跟管理法先通過了 所以 能源稅就沒有那麼急迫性 如果說能源稅的內涵是 主要是看的話 那就沒有那麼急迫性 當然 任何一個稅其實都要很小心 就是說我們作為一個社會風險來溝通的話 這對人民來講他們的抗力是非常大 不管是男的執政還是綠的執政 你牽涉到人民的口袋 要他掏出錢來 你必須說服他 就是說你要 民實相互 這個稅的民實相互 第二個 你能抽得到 第三個是 對他是好的 你要能夠當他了解說 對你是好的 而不是說從你口袋撈錢出來 我讓政府來隨意的使用 那這樣子沒有一個人民會接受 那今天我就從經濟學的立場來談 為什麼那個能源稅是一個好的稅 應該來徵收 當然 會考慮到 就是說現在因為已經通過溫減法 所以政府 如果縱算是要通過能源稅 如果裡面的主要的內涵還是碳淺量的話 那各部位之間應該要協調 因為基本上你抽稅就是說 不能同一條羊 拔兩次皮 對 因為溫天坊那邊 雖然是碳交易的市場交易制度 他也等於是一個能源稅 等於是一個碳稅 因為他如果有那個碳稅有價的話 按照我們經濟學的理論 不管你是透過稅還是市場交易 最後的效果是一樣的 就是人民是稅的承接者 他最後要付出額外的代價 就是稅 或者是碳的價格 好那我們來看為什麼要抽能源稅 這邊是圓起來 以前我跟那個小太基一起說 就是說 因為價格是我們經濟學上來講 是一個社會資源分配最有效的一個訊號 所以價格一定要正確 我們國家現在就是因為能源它 沒有這些稅費 那問題法剛通過也還沒有真的去執行 所以能源很便宜 我們的能源跟全世界比都是很便宜 那這個是市場失禮 因為市場沒有把這個外部的成本 納入美國網 所以在一個這麼便宜的一個價格之下 所有的資源的配置使用 投資以及節能減碳都很難執行 所以價格不對 我們必須要把這個價格 就是怎麼講 就是讓它回歸到一個正常的水準 讓正確的投資跟資源的配置 例如再生能源等等 可以進來 所以要透過稅制也好 或者透過碳交易也好 那目前是談稅 就是透過稅制了 來反映正確的價格 那能源稅算是避稅的一種 它可以促進很多創新 跟新興產業的產生 是有它的好處 但是就是說 我們看國外有很多方式 就是說抽了能源稅也好 碳稅也好 把這個抽到的稅 又拿回去補貼這些污染者 這種做法是不對的 就譬如像日本跟德國 他們都是這麼做 這種做法 經濟學家都是反對的 你不應該把抽到的這種污染稅 我就拿去補貼污染者 這是不對的 除非它是遭受到 所謂的不公平的競爭貿易 就是說它的對手 因為沒有抽這些稅 而導致它的那個競爭有那個不利 我們看看那個 那為什麼要抽稅 我們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就是說 你 那個能源是一種資源 你要使用它的話 除了開採成本 還有機匯成本 還有外部成本 那這種東西 你針對它的這種屬性來說 能源 化石能源 它是耗錢的 你現在把它用掉了 後代子孫就不能用 所以這是一個機匯成本 機匯成本 也是使用者成本 這是課增能源稅或資源稅的一個 很堅實的理由 那另外一個很重大的理由就是 化石能源這些東西 它使用跟生產的時候會產生污染 就是外部性 所以針對這個外部性 也要來看 可以徵稅的一個重大理由 看一下 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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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上面那個 請問一下 所以使用者成本方面 我們說是能源稅 如果就是說你要定義 你今天收稅的原因是什麼 如果說我把它全部都 它不當當在一起 我就叫做能源稅 那就會混淆 就像我們現在你說 有很多 那個能源已經扣稅了 例如像燃料費 像污染 空污 土污等等 已經有了 那你這些東西你說全部都一起 我再抽一個稅 那你就要把那些東西 剔除 或者加進來 再剔除 所以你要針對那個原因 去扣稅 那同樣的 那同樣的 我們說 如果我們檢法 現在已經正確實施 合配 而且是 是 在運作 那個碳也有價格了 那你的碳 你就不應該再放到這個能源稅裡面 要不然你會變成 重複課稅 好 那那個環境的外部成本主要是污染稅 像空污費 碳稅 這些東西都是屬於環境的外部成本 都應該課徵的 看一下 那為什麼要課徵這些稅 不管是透過那個市場的 那個可交易的 污染權證 或者是透過稅 它的好處就是說 第一個 你有公平正義嗎 因為污染者它付費了 然後 你會創造 紅利 多重紅利 當然這個前提是 稅收要中利 第二個 你的那個 抽到的收入 你要有很謹慎的支出 譬如像那個成果員提到的 一些用途 year marking 你要把它identify 而不是說我錢拿來 全部放到一個口袋裡 然後 沒有人監督 沒有人來看這個錢怎麼用 那這樣子達不到雙紅利的 只會造成社會更多的distortion 跟牛區 所以你要有雙重紅利 或是四重紅利 我們說最多可以到四重紅利 四重紅利 等一下我會講是哪些紅利 包括了環境的改善 還有等等其他的 另外一個就是能源安全 因為你抽了能源稅 換計畫說那些再生能源等等 比如說沒有污染的我們的資產能源 就會容易的開發 而且容易進入我們的使用 那這樣的話就造成能源多元化 所以會使我們國家的能源更安全 而不要仰賴 從國外進口大量的化石能源 那我看一下一個 所以我們整個來講 它的架構就是說 能源稅跟環境稅都淡稅了 看你什麼區分呢 那你要 今天要徵收的這個能源稅 那個能源法 你主要是針對哪些東西 還是說你要把它全部都糧化在裡面 如果全部都糧化在裡面的話 必須把我們現有稅制做一些協調 現有的那些像溫檢法也好 或者是那些空屋費燃料費等等 要把它做一些統籌跟整合 好看一下 那這是 綠稅或者說能源稅的願景 它可以提升產業的競爭力 你剛剛有講過 所得也會分配越公平 因為你如果不把這些收到的稅收 去補貼低收入戶的話 那個能源稅基本上有累退的效果 就是說對窮人來說是不利的 因為窮人他的收入跟支出裡面 這些能源的費用佔他的整個支出是非常大的 那你今天抽的稅 對他來說 他的負擔比有錢人負擔的重 這就是他的累退的效果 所以我們要透過這個能源稅的支出面 稅收的支出面 來把這個累退的效果把它迷平 所以要補貼低收入戶 低所得者 可以讓所得更公平 另外就是節能減碳 因為你支援稅 今天所以要刻能源稅 就是要保育這些能源 讓後代子孫還有這些化石能源可以使用 所以你要節能減碳 那你要節能減碳的話 這些大眾運輸系統 甚至包括能夠鼓勵我們節能減碳的一些措施 或者器具等等 都是可以列入補貼的範圍 那你這樣去做的話 那另外對那些產業來講 你可以矯正他的所謂的營業所得稅 可以降低一些 或者說他對於他的員工的那些 那些老保啊或者說那個健保等等的一些補貼支付的話 那這樣的話 你可以創造有四重能力的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你的環境會變更好 然後更安全 而且長期我們的社會會邁入低碳的 真的真的邁入低碳的社會 也不合永續發展 而且那個財政可以永續 社會更公平 大概就是指這四重能力的下一個 那 那一般來講剛剛都談過 所以我這邊就不用多講了 主要就是針對化石能源來課稅 包括那個核能 好看一下你們 那這邊就是比較能源稅跟那個探權交易 或者說可排放權的那個交易的制度的差別 稅喔它是一個你要拆那個稅的水準 當然那個程委員是說為了好知情 從比這少然後慢慢慢慢十年到最高 但是那個是Facebook是可行 但是你的目的如果是要改善環境的話 那你必須要有一個量 所以在那個跟那個總量管制來比的話 那個可交易的那個市場會比較有效率 那能源稅就必須你每年一直調一直調 所以不容易達到總量管制的目的 那還有就是如果當初我們是說主要是碳 而且也符合世界潮流 所以叫做碳稅 當然如果說現在你還要碳稅的話 會跟溫檢法有些衝突 所以應該是能 真的要通過的話應該是能源稅不含碳的 不含碳的這一部分 那稅率的你一定應考慮 那這邊如果不是談碳碳稅的話 那就是能源的其他的因子 其他的污染因子 譬如PM2.5或者說其他的應該磕稅的 或者它的使用成分 好那看下一個 那可以對生產面也可以對消費面來課增 那唯一的差別就是說 剛剛也談到交易成本 你對生產者淨頭者來講很容易 交易成本很低 但是對消費者課增的話 那消費者的行為會反映出去 可是在我們國家 我們國家那個能源的市場 主要是壟斷跟獨佔 那你如果對消費者課稅的話 其實你跟生產者課稅 跟消費者課稅都一樣 最後稅都還是消費者會承擔 我是說你課增的對象 如果是針對消費者來課的話 消費者比較沒有能力去改你的那些乾淨的能源 因為怎麼講就是說 我們是 price taker 今天台電他用什麼樣的發電基礎 我們消費者沒有辦法 真的是很困難 除非我們有綠電的那種所謂的 綠色的電力的搭配 那目前還沒有 雖然有那種自願性的 還是不夠 所以一個壟斷的市場 你沒有辦法 讓就比較有效率的去改善我們的人員結構 當然如果一個自由化的市場 它就不一樣 我們消費者就可以有購電選擇權 你可以選擇比如這乾淨的油或乾淨的電來消費 那目前的話 因為是壟斷跟獨佔 你對台電課增 會比對台電的客戶來課增難得有效 因為你對我們消費者來課增的話 幾乎很難 很難讓我們去督商 說我要一個新的電廠來那個 不太可能 那是台電的 decision making 所以市場的壟斷跟獨佔 會影響你課增這個稅的後果 我看一下 那重價重量應該是重量 那稅要不要分北中南東 其實不用 全國就是一個代替稅 從經濟學的觀點來講 就是一個價 會比較公平 而且比較有效率 我看一下 那主板機關的話應該是財政部 或者是環保署 應該是財政部 我們認為統合的運用 因為還有牽涉到稅收的支出 那這個東西不是環保署能夠handle 我看一下 那能源稅或者碳稅 這邊以前是財財財 那這邊就差不多就財財財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有溫檢法了 這個東西需要再協調了 那這邊我剛剛已經談過了 那個 史詩的司機 總結就是說 任何的稅收 你要推動 一定要 要跟人民溝通 要不然的話 因為它不是補貼 補貼很容易 為什麼我們台灣 這麼多的補貼 要什麼都啊 像那個減能減碳 30億 大家都很高興啊 穿下去這些縣市 有沒有減能減碳 沒有啊 可是都拿到30億了 對不對 因為它是個補貼 你今天如果跟他拿錢 哎呦 我跟你講一定會有效果 一定會做到減能減碳 為什麼 因為錢要從你口袋拿嘛 所以同樣 你今天要跟人民說 我要 我要給你扣稅 那你就必須 convince他說 我今天扣的這個稅 對你是好的 那為什麼會對你是好 第一個 我政府不會加稅 所以稅收中立的原則 意思就是說 我政府的總稅收 不能因為巧利明目 搞了一個人員稅以後 我每年多徵收3000億啊 那政府不是花不完嗎 我今天收到3000億 那我要 所得稅方面 我要重新怎麼改 把這些已經有扭曲的稅收 就取消 或者降低 所以我的支出部分就 迷平了這些扭曲的稅制 政府的總稅收怎麼變 所以我們叫做稅收中立之下 我把整個稅的結構改變 那這樣人民聽得進去啊 就是說你並沒有多交稅 你只是交不同的稅 所以你的所得稅降低了 你的人員稅提高了 所以 而且你可以調一些補貼 等等啊 那對企業來解釋也是一樣 這樣他們聽得進去也容易接受 也容易接受 那第二個啊 稅收無可用於補貼獎勵這些污染產業 我們 因為 不管是日本還是德國 他們的這些金屬口商或重大工業 有lobby group 有很強的政治力 所以 他們一旦有這些稅制以後 這些重大的 重型的 大型的這些企業 通常都免稅 都豁免 有那個豁免權 或者說 他沒有豁免權 可是他有補貼 受補貼權 就是說政府抽了一大堆碳 或者說能源稅 抽到以後 又把錢給他們 就是透過什麼名義啊 透過他有減能減碳喔 又把錢給他們 所以這會造成很不好的效果 我這邊也有講為什麼會造成很不好的效果 你的多重紅利就沒有了 第二個 你又去補貼污染者 讓他心中有預期 我得以沒有交錢 所以 不太好 我們 不應該把那個錢拿來再去補貼這些 哪怕他做的好 做的好是他的義務 例如說 他減能減碳 或者說 他的能源減少 這是他的義務嗎 你幹嘛要補貼他 不應該 不應該 唯一的一個理由是說 短期之內 這些產業都是出口產業 然後 他的對手國 他的對手 他們沒有這些 能源稅 或者參數 那你可以說 那你要 退稅 就是說你交了以後 你證明 你這些商品 是賣到那個國家 然後你就可以 退那一部分的錢 這是唯一的例外 其他的情形 都不應該去補貼這些物產產業 我看下一個 能源稅的開增時機 什麼時候補貼時機 剛剛陳委員都講過 要漸漸調整 要兼顧我們的產業競爭力 跟所得分配 那朝野我相信 應該會有公司 但是最重要的是 人民跟政府有沒有公司 因為錢最後不是政府在交錢 是人民在交錢 你怎麼樣去說服這些人 說對他們有用 將來的社會環境 大慶都會比較好 然後所得會更公平 產業更有競爭力 那主要就是你要 justify 你要合理化 你的這些稅收怎麼用 怎麼用 而不是怎麼磕 為什麼磕 那個東西都是痛 問題是你怎麼用 你讓他這個痛可以不痛 好 那國際能源大跌是 那現在就大跌 大跌的時候去渴增 人民的感受 回復這裏 輕了 那幾早 你們談過2007到2010都失敗了 那最重要就是一個總結 就是說你的 有沒有多重重利的效果 能源稅 能不能達到他的目的 主要是在這些稅收怎麼用 它的循環效果 你如果說這個錢拿了 就放到黑盒子裡面 黑箱裡面 不去管他的怎麼支出 那這個稅是壞稅 因為這麼大的一個龐大的資源 會造成很多的 我們經濟學上叫做 巡俗理論 這麼大的一筆錢 幾千億幾千億每年這樣進來 有多少人寄於這個 這個 這個RENT 所以在國外就有很多 要求說這個RENT我要分一點 透過補貼 透過我減能減碳 透過一大堆的理由 所以我認為那個支出的面向 一定要像陳委員那樣子 把他講出來 甚至他的全數的分配 Ear Martin 這樣子來保證 我們國家的這個能源 所以可以達到多重重利的效果 好這是我的建議 謝謝 好那接下來我們是請 那個環保聯盟我們的創委會長 施興銘教授 各位議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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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個前面說法 有這個討論 已經十多年 剛剛陳委員有做這個 歷史嚴格的報告 那我想民間希望把這個 資源的稅建議 這樣一個期待 事實上也蠻久了吧 我們一直認為環境稅 資源稅應該來 來走日來建立 然後降低這個 所得稅 使得我們的這個 這個環境 能夠受到 應有的這個 這個成本 能夠受到這個 應有的這個成本的考量 那當然 這樣一個觀念 我想慢慢 應該在目前 社會上 應該慢慢可以接受 因為像這個 工屋會 當然不是稅 工屋會 土屋會 這個徵收 我想台灣社會 這個企業也好 民眾也好 也都能夠接受了 所以如果能夠說服 大家知道 這個能源稅 也是一種 直聯稅 或者是一個環境稅 這方面限制的這個 稅 然後配合上這個 所得稅的一個 降低 我想應該可以說服民眾來接受 那 能源稅的目的 我想 剛剛大家已經 談了很多 也就是把這個 社會跟環境的成本 把它滅互化 使得這個能源的價格 這個能夠反映到這些產品 然後進一步抑制 把這些能源使用 那 剛剛 陳委員 還有王教授 所談的 很多 我都同意了 那 有一些問題 當然 還需要進一步去探討 比如說 這個 核能 如何把它列進去 像陳委員的這個 以前的版本裡面 是把能源跟核能把它分開 就核能的部分 就比較 就是 只涵蓋 這個化石能源這樣 我是比較建議 就是能源就涵蓋 化石能源跟核能這樣一起 涵蓋進去 會比較好 那 另外 如何去計算 剛剛也有提到說 能源跟這個碳 這個 把它看成 這個 兩 兩種 往往就好像 如果要 只能說 探稅的話 那就 或者說 能源稅 就不考慮 我們 涵蓋的這個部分 那 這個 當然 這個 依照 熱能 來算它的稅率 或者依照 含碳量 來計算它的稅率 這個 有不同的結果 站在環境的考慮上面 我們是認為 我是認為 以熱能 來計算這個匯率 會比這個 含碳量為計算 會比較好 因為你計算熱能的這個部分 這個方法 你可以把 比較多的能源 考慮進去 包括核能 核能 如果你要用熱能來算的話 那麼就會 它的 核能的這個成本 就會比較 會被 計量出來 那如果只看這個 碳的話 核能 那個 匯率就會被降低 所以 我是比較傾向你 能夠 用熱量的方法 來計量 那當然 如果兩者都要考量 也可以 可以賺不同的權重 那 另外 有關如何 擅用這個稅收 那 我很同意說 這個 像 用來 補貼 中低收入戶 這個是 使得 這個 我們 一般 中低收入戶 它的 能源的 這個 負擔 事實上是 相當高 所以如果 能夠在 這一方面 能夠來做 一些補貼的話 這 就是 這個 稅 應該 民眾 應該會接受 另外像在 剛剛也有提到 長照 長照當然 陳 立委 比較 還不需要考慮 進去 不過一般 因為我們台灣慢慢 步入這個高齡化社會 所以 長照對人民來說 也是 將來可見的 一個負擔 所以如果說 能源稅 可以 用到 這個 長照 這方面 我想民眾接受 成功的點 提高 我是有這樣的 一個想法 另外像 健保來講的話 現在這個 空氣污染所導致的 當然就是 健康方面的問題 所以 如果 也能夠補貼到 這個 健保 健保方面去 的話 我想 應該 也是可以 提升 人民的這個 接受程度 那 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 是不是 能夠 這個 減免的問題 剛才提到 很多大企業 希望 能夠 把它減免 今 有所謂 它的 節能改善 或者說 污染防治 那就是 要能 減免一些 它所應付的這些 稅會 像 空務會 也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空務會 像這些大廠商去徵收空務會 如果他提出 他有 他有這個 忽然防治的改善的話 那他 就可以減免 躲下來 那 這個做法當然 我是 反對 我們再去 補貼這些 忽然業者做這些 改善 那 另外 有關這個 出口 是不是 也是減免的 問題 事實上 我也是覺得 出口 不應該 完全 免除了 但這個 剛剛 王 王教授 提到說 如果 競爭對手 是免稅的話 我們也可以免稅 不過 站在這個 環境的 成本的 這個 教育來看 那麼 這些能源 在台灣 經過處理之後 事實上都 造成台灣的 這個環境的 這個 成本 所以 我是覺得 像剛剛 這個 出口 減免的問題 我是覺得 不應該 完全免除 至少 也應該 應該要 克徵一些 這個問題 在 土屋 土屋 會的這個 減免上面 也有問 也有看到 那 這個 後來 我覺得 環保署的做法 好像沒有全部 免 還是叫它 要付出一些 土屋 會這樣 但廠商是一直 希望能夠 把它 這個 免除掉 我想 我們同意 這個 這個 剛剛兩位所講的 能夠 越早立法 對台灣整體社會 是越好 那 如何 說服人民 是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關鍵 我想環保困體 一定會在這方面 來 好好的 這個 努力 謝謝各位 謝謝 石教授 接下來 我們就請 台大的 石文教授 謝謝 林志仁教授也是我们台湾环境保护联盟的习宿委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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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步 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民 Director dan老师师 大家好,我想其實嚴格來講,我摸能源是有摸,可是稅其實不算是我熟的領域啦 那我會比較從法治的面向來談幾個問題,因為前面談到的不少會涉及到,例如說,稅收進來之後要用到哪裡去 可是我想從念法律人的角度來看,可能會有一些不是非常一樣的地方 那其實嚴格來講,其實環蒙推這個能源稅已經是有一段時間了 我手裡其實甚至留給我當時的老師,留給我一份相對複雜於這個 很多被政府部官方版版的能源稅法的草案在 事實上,以一個法律人來講,我會思索幾個很有問題的地方 是第一個,就是說,其實我最關切是稅怎麼設計 我覺得那是真正最關鍵的地方 因為剛才談到說,我要對誰收,我要收成怎麼樣,我會用到哪裡去 這個會涉及到說是稅 可是最大的問題其實是說,在一個國家裡面 我們都說憲法都說,我們收稅要用法律去規範 而問題是政府可以跟人民收的東西不是只有稅 一般人可能如果理解的不是很多的人 最起碼可能都聽過有份說稅跟費 可是事實上稅費之外,如果在行政法的角度來看 最起碼有三種費用是政府可以跟人民收的 那第一種是稅,第二種是費 費的話一般來講這邊指的是俗稱是規費 我們另外有個規範法在規定規費 那第三種呢,可能大家都不熟 可是老哥經常教很過癮,那個叫做特別功課 那特別功課在這三種裡面 就是稅跟特別功課,費跟能源稅比較有關係 在國外立法力,一直到台灣的實際情況 跟剛才的阿守談的東西 都是只有稅跟功課兩個,特別有關鍵 因為我想規範的話大家常常在繳應該都知道 例如說我到附身事務手續,補辦身份證 那個工本費啊,然後營運費啊 甚至包含他所收的那個製造費 從事費,那種就是要規費 那這種情況各種原則上這邊 收的東西完全無關 所以大體上只有功課跟稅 功課跟稅在這邊性格上差異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運用法理其實是不同的 那也會直接影響到如果今天來談能源稅 到底我們在談的真的是稅還是功課 可能有討論的空間 甚至將來在整合的時候 例如說剛才被提到的空屋費或氣燃費 其實也都會有類似的問題 到底可不可以把人家一個功課 直接就這樣整合進來 那兩者有什麼差別呢? 最重要的是稅其實是一個對政府不提供對待給付的 你繳稅就是繳給政府,政府統籌之用 換句話來講,他收進來之後 全部都混進國庫在年度預算裡 你根本管不到他說今天拿去買千筆 還是拿去給核電廠用 這是稅的特徵 因為他一進去之後就是在整個混權體預算裡 就是錢混錢就對了 混進去之後你沒辦法指定 他說這一塊錢到哪裡去 那因此傳統上來講 我們都認為稅真正最大的用途是來增加國庫收入 至於他的運用 其實主要是用在基礎建設跟國家應安支出的部分 所以剩下的那個都叫 大概可以用英文來講 那個Tax States或Tax Country的觀念來講 就是說你不是亂額外收錢的 那功課的話比較特別 功課的話它不具有普遍性 它可能針對特定的原因對特定人收 那你收進來之後必須專款專用 因為用回它的目的跟特定人生下去 它要feedback回去 所以如果以這樣來講 如果想要指定用途的話 幾乎都必須是要用功課方式來收才收得到 要不然是沒有辦法 那反過來來講 以能源稅的特徵來講 我們目前不談碳稅 以能源稅 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能源使用行為 如果回到剛才前面所講會不否認 就是在國際上目前談能源稅來講 也有不少是支持是採用一種使用者付費原則的觀念來談 因為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包含在座大家每個人都在用能源 因此能源稅是能當稅收的 因為它具有普遍性 就像所得稅的問題是一樣的 那這種情況之下你可以去收它 可是就必須要去思考一個問題就是 那我們到底課稅 稅基要設計在哪裡 因為能源其實分成次級能源跟初級能源 最典型的問題是 如果今天在火力發電廠 它是買初級能源 產生次級能源 然後我們用絕大分次級能源 那我到底要課在初級能源 還是課在次級能源上 就是剛才講 我用一個比較白話的方式講 像我們來講是中端消費者 我們用次級能源 如果我課在次級能源身上 可能是課在我們身上 可是這個次級能源其實並不是只有我們用 其實不是只有我們用 其實也有其他的公共場域 也在做大量的生產 甚至是發電有可能在用到 那所以這邊其實會涉及到幾個 非常基本觀念跟基本制度設計 我是覺得有在進化的可能性 因為就像剛才談到碳水 如果跟這種概念一比起來的話 其實碳水很明顯它會見得 具有全面的普遍性 比起能源水來講 可是反過來來說 那以初級能源 就絕對不會只是含碳而已 因為如果從這角度來看 又燃燒棒 那個燃料棒 又本身也是初級能源 所以如果以這邊來看的話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個人是非常支持能源水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一定角度來講 我們對於燃料 就是能源的那個費用而單價 目前縱使是反應成本 也並不表示我們一定不可以 開增能源稅來做處理 因為作為一種經濟誘因來講 只要我這個經濟誘因 不管是正誘因還是負誘因夠大 你都有可能自己人行為的改變 而這個是近幾年國際上在談 目的稅跟功能稅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所以它有一個東西 就是除了你必須要 傳統所謂的量能科稅跟公平 剛才說講年 整個稅制設計要合理的 一個基本問題外 另外一個就是 你要能夠達到經濟上誘因 要讓人真的react 就是人要因為他的刺激 這個stimulation會會react 那這個稅才會成功 要不然這個稅變成 設計了半天最後是不痛不癢 那是不會有用 這跟棒子羅伯要一起下來 原理是一模一樣 所以回歸到剛才來講 我想像目前這樣聽下來一樣 作為一個稅的門外汗來說 我其實我會覺得說 也許我們在這個方面 如果非常非常care 就一個念法律的人來講 後端的運用的話 那這個將來要設計成稅理還是功課 可能是可以再討論的空間 那不管是功課或稅 它其實最後都躲不掉 它必須要是有一個立法院所通過的法律 去作為它開增的基礎 這是共同 可是那運作的差異上面 將來可能會再面對行政部門會主力 不太一樣 因為在我過去的經驗裡 其實不是跟雲能源相關 是其他的各種功課來說 因為財政部不太喜歡這些功課 因為功課收進來的錢 它都是獨立的會計 它獨立的賬 它專門專業 所以它變成基金 變成它吃不到 看得到吃不到 所以其實過去來講 財政部不太喜歡大家開功課 它會比較喜歡開稅 因為稅都是它家的 但是稅的話你就控制不了後段 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所以這一點我想是 是作為一個門外漢的法律人來講 我對剛才這樣一路聽下來 我真的很感謝幾位前輩 點出來幾個想要達到的綿綿佼佼 但是我就反而會變成說 從法律上來看 也許將來要設計成制功課 還是稅可能是第一關 是第一關 然後再下來它的整個稅基深稅率 因為你打擊面要夠 打擊面要夠 然後你要收得到 因為其實如果你能源稅來講 它可能也可以有很強大的造成節能的效果 因為尤其是在刻在那個初級能源上 那至於如果刻在初級能源的話 會比較精確的打在那個發電者身上 可是這個發電者身上 它如果將來把那個價格轉嫁 在終端消費者身上的時候 那個機制最後如果再落回來 有沒有辦法設計出一套機制去處理 那一塊可能也是將來可以思考的方向 我想前面比較林林總總所提到的這樣子的問題 其實我想是在提醒一點 就是說我們在這一塊來說 在推過去在推這個能源稅法的時候 其實我還蠻高興 我個人是比較傾向於不是碳稅而是能源稅的 因為一直覺得碳稅 碳畢竟還是比較窄一點 但是能源稅的設計的話 到時候在做這樣子的規劃上面來講 除非我們完全放棄對人行為的影響 要不然的話其實它的這個部分 我是認為可能它的稅率要好好想一想 稅率要好好想一想 然後整個稅基 讓它打擊力道要足一點 那我想至於剛才所提到的 從法律面還可以再思考的一部問題 就是傳統上我們在念法律的人 會比較在意的就是說 我們有可能疊加很多稅或者功課 在一個人的身上是都有可能的 甚至於某種特定的營業行為 那但是它最重要的是它不能夠累加到 造成人家的營業或生活上造成 無法經營下去或活下去的這種可能性 因此那個勢必涉及到相關這個 能源運用對人生計跟特定行業的影響的盤點 它的衝影響的盤點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為什麼會特別強調這一點 因為其實我們目前的情況 我們其實在台灣收的各種稅跟費 尤其是費其實非常雜非常多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們剛才已經被點名點到過就是空汙 那空汙其實完全針對空氣污染而來 其實會涉及的低溫溫溫溫 或相關性 我們可能甚至要想說物質氣體的排放 甚至碳排放算不算空汙 如果不算的話 他老實講 他的空汙跟我們根本是兩回事 所以他收他的 我們收我們的 其實絕對沒有說 叫做一隻牛撥兩隻體 可是他達到的效果是什麼 他達到的效果是累積性的 對個人的衝擊是累積性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 如果是單純以空汙來講 除非將來在觀念上 認為空汙是包含像二氧化碳這種 目前認為對身體沒有直接妨礙的 可是是對溫室氣體減量 有直接負面貢獻的 這一些東西也列為空汙 要不然原則上是另外一筆費用 我們可能在盤點上的算法就要注意 反過來來講 氣燃費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氣燃費跟空汙有關 其實他最終也是滾進空氣污染防治基金裡面 對空汙區跟相關研究去做貢獻 可是氣機車的排放其實也有 溫室氣體很強烈 而且它就是能源使用行為 那所以如果將來在盤點的時候 這個東西到底是要排掉 還是吸收進來 都會有產生性的衝擊 因為我們剛才講過 一個典型的情況就是 它不是稅它是個廢物 沒辦法直接把人家吸進來就算 因為如果要把它吸進來 一定會涉及到將來空汙 那邊基金上面的問題 它會造成空汙基金那邊的問題 所以在這一塊來講 我想下一個階段 如果我們大方向上 大家都能夠接受 這個能源稅的發展方向的話 除了一開始稅制的設計之外 將來的第二個可能要面臨的挑戰 可能是整個的盤點 整個的盤點 到底有哪些可以進來 哪些不能進來 有些可能不是說論理上不該進來 而是可能排除有困難 或吸收有困難 像剛才講的情況 目前我沒有辦法做全面性的評估 因為台灣的各種靈民總統費用非常多 舉個很典型 例子 例如說像那個水池水漢保護區 翡翠水屋那邊的 他說我們在每個人所繳的 那個自來水水費裡面 有一部分拿去做那個用 然後 像水力發電在這一塊來講 如果有發生低於以上的重疊的時候 這一塊怎麼辦 我想這個有很多問題在過去台灣其實這一塊 也許在做財稅的還有研究 可是做法律的 很抱歉 其實我好像都沒研究過 那這一塊可能會變成一個很心很心的衝擊 那我想我並沒有辦法代替其他學者說些什麼 但是我想我這是我把目前能夠看到的問題先丟出來 那至於說原本官版行政院版的那個能源稅條例 其實它的那種規定方式其實是讓我相對擔心的 倒也不是說逐年增加很擔心 而是它其實是以那個原則上是以化石能源為主的 實際上剛才討論到的問題 它並沒有把有一個特殊的那個初級能源的問題納進來 那這種使用行為上面的困難一樣又會涉及到 像我們開車的人 汽車跟機車其實是使用初級能源 所以到底初級能源跟次級能源的這個差異 將來跟甚至到包含那個能源安全存量的問題 怎樣去透有沒有可能透過能源稅或能源崩克 下去處理 我想這個時候應該要由各位顯達啦 我想就是跟稅方面更直接或這側面來做一個考量 那因為這方面我們念法律通常是做最後收尾的 那個就是把大家當一切成熟都把它轉成文字的 那一群人或是做尾巴工作的 所以這些可能真的要很靠大家啦 那我們在前面這一端呢 可能是把一些比較擔心被碰到的問題先把它提出來 那至於正院版的那個部分來講 因為它設計的 它所設定的這個稅基其實極為簡單 它就是按照每公升的那一種 每公升的某種燃料 或者能源類型它直接只稅利給給出來 所以我是認為啦 所以起碼來講 在民間要或者立法院日後再討論能源稅的時候 尤其在現在溫解法民通過的情況之下 我是認為應該是有一個餘地 可以把這個訪定的比當年的正院版 應該是要細緻一些 應該是要表案比較細緻一些 因為甚至我們可以規定有一定的比例 可以挪給特定的基金去用 例如說這個可以讓它變相的在睡 照理講 我們比較難去控制它的使用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些勉強的規範在裡面 我想這個會讓我們比較好操作 那我想 我很簡單只提到這個 我想大家應該會發覺我講的特別短 因為其實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個點文念法律 通常是台語比較受惑 我們通常是在做收尾工作的 那在這一塊來說的話 我知道過去在談能源稅裡面 有些學者都有提過說 哎呀怕重複課稅啊 或者說是